署長 請署長 這個署長 辛苦了 我有幾個簡單的問題 國家公園裡面的VOT案的一個檢討 在95年就已經公告 不再辦理任何開發行為之促参新增案件 我們內政部在101年2月29號發了一個文 說有關原來依據國土覆益方案 回歸各部會自行辦理法規 現在時空背景有所改變 有關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相關開發 以回歸民間出參參與公共審查相關的要點辦理 這個部分也特別提到說 相關的處理原則 就有關國家公園的這個部分 這個經行政院專案核定之後不再此現 換句話說 原來是禁止促参的相關案件 那現在假如行政院 這個放寬的話 核准的話 那就可以來申請 對不對 是這樣嗎 專案核准的話就可以 我請教一下 現在申請中的案件有幾件 應該 如果是說正式申請 現在是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有聽說是哪些要申請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但我也很清楚 委員在concern哪一個 會有這一個改變是 就是我們在行政院有一個資產活化小組 對於陽明山中山樓 也就是原來的青春 對 那這個青春原來是國防部所管轄的 對 那國防部 呃 以前的時候想要把它變成一個官兵的一個休假中心 嗯 那議論就整個緩對 嗯 這個緩對 那緩對的結果 後來行政院就決定了 要交給 呃 內政部 國家公園來做規劃 嗯 那 規劃那當然那一塊地 接近十一公頃喔 那包括後面的中三樓 嗯 那因為我們把計劃 爆的時候 那因為 國家實在是沒有錢 嗯 那這個低度的開花做一個環境教育訓練中心 嗯 那未來是呃 準備用BOT的方式 嗯 我很坦白就是這個 是 這個這個署長啊 這個你你很坦白啦 這個我也表示肯定了 但是我不太認為說 這個計劃 是可行啦 因為這個這個原 假如說BOT可以想像說未來這個BOT這個案啊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一個案 因為業者有業者的一個考量喔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個我們這個營建署喔 跟內政部能夠站在主管這個官署的一個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的一個立場喔 表達反對的一個態度喔 這個是我我今天先就這個簡單的程序就教一下署長喔 這個這個內容因為講起來很複雜喔 是 那裡面牽涉到的這一些 不管是這個這個商業的一個利益也相當的龐大喔 那我先跟這個署長啊 序民在先我表達反對的這個立場喔 我們現在進行的大概幾個根文包 一個是北方山島一個南方市島 那南方市島 呃 澎湖縣政府是非常的積極喔 那麼北方是北方山島 基隆市政府也非常積極 嗯 但這個大概問題不到 但是就是對於蘇澳儀會喔 他們儀會在這個花瓶嶼附近的捕魚喔 必須要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這是第一個 嗯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藍嶼 嗯 藍嶼這個導物呃 泰亞這個這個導物人的這個 那我們呃 雖然還沒有成立國家公園 但是我們也長期派駐呃 人員在上面做解說推廣的活動 那我們去年也跟呃 藍嶼的地方呃 舉辦一個非常大型的 我們所謂的拼板舟橫渡黑潮 拜訪台灣的一個活動喔 大致上是這樣 那個那個 這個署長喔 這個我是潛水專家啦 是 我從學生潛水到現在 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潛水店我都去過啦 是 所以這個對海洋生態的這個保育啊 大概呃 多有涉略啦 是 但你把這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啊 你把它範圍扣那麼大 喔 那也 不是說經過一個很 嚴謹的範圍的一個選定跟評估 我認為這個大有問題 就是說你分散你的資源 沒有辦法做最有效的一個利用 喔 這恐怕在執行上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啦 那我再接著請教 那墾丁國家公園裡面的 呃 有關海洋下面的這個生態啦 這個是不是話歸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不是不是 這個這個是 是墾丁國家公園 對 所以它不是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 不是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管理的一個權限 是是對不對 對 喔 所以我會建議說這個署長喔 你應該是就台灣整體的海底的這個相關的一個資源 作為一個專家的一個專業的一個評估 來評定順序 來評定順序嘛 喔 你不是說阿蘇澳那蘇澳那個 我我真的搞不懂啦 喔 這這當地喔 或者是說它的一個生態的多生物的多樣性喔 跟南沙東沙或者是墾丁國家公園 甚至是澎湖來做比較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啊 這個南沙本來本來就是一度有在開始做評估 說要把它劃到國家公園裡面喔 這個是我了解的一個範圍啦 所以這個馬政府上來之後我想了解一下說 那現在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政治考量 這個你就生物的多樣性等等這個部分這個都沒有問題啦 是的喔 那現在的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你有沒有參加過類似的這個會議 那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在哪裡 那個會我是沒有參加啦 不過我們是有受到這個公函 那公函並沒有說政治考量或者是不同意 只是還在還在考量當中 所以政府有沒有規劃說那你要劃定國家公園 有這個有有這個規劃 但是還沒有到規劃的階段啊 有這個啊內政部的立場 營建署的立場 我們不反對 你們不反對 但是你們是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啊 你們要去動議案啊 不是因為那個在軍事還有政治 這個非常敏感啊 所以這個不是你考量的範圍啊 那當然所以我說營建署不反對啊 如果不反對到底贊成或反對啊 那應該我不反對就是贊成 贊成嘛對不對 基於這個環境跟這個環境資源的一個保護 這個應該要贊成要推動 那我最後再利用短短的時間 請再給我多一點時間 那個所謂的跟馬告國家公園的一個成立啦 現在當然是土地權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啦 那言下之意啦 好像共管機制是也不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 這個兩個是有點衝突喔 你應該聽得懂我在問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啦 我這樣幫助你 這個共管機制啊 他大概分為管理參與合作啊等等這種的這種方式啦 那假如說好我們現在管理處的處長是原住民 副處長也是原住民 這些行政層級的也是原住民 那這個申請警察也是原住民 那中央就負責法令的主管 我們制定法令怎麼管理這個相關的這個國家公園 那交由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同胞來做管理 你覺得這個馬告國家公園是不是這樣就會跨進一大步 還是還是有問題 這個有沒有解決問題 這個我們以前討論過 這個我們是不反對的 你們不反對 不反對 那我剛剛是問你的判斷 這樣是不是還有問題 還有問題 所以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在土地權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假如啦 這個我們在權力變更 因為我認為 因為部長剛離開 這個是有點可惜 我認為 李部長擔任部長 是最有能力解決這件事情的人 這個歷史天時地利人和 假如李部長沒有辦法解決 我看以後大概是遙遙無期 所以我會認為說這個署長 因為我這個 有關這個部分 原住民的土地 假如說我們把它畫成說原住民的保留區 因為實質上署長也是原住民嘛 也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都沒有改變嘛 管理的機關 任何財務的機制 合作 這個部分完全都沒有 都由原住民來做主導 那也劃定原住民的保留區 但是在原住民的保留區裡面 跟有關國家公園管理相關的這個法令 我們來做一個配套的處理 那這樣能不能解決問題 委員是這樣齁 其實也不必說保留區 因為保留區有它一定的定義啦 就按照國家公園它的規劃 只不過人事還有管理 都有原住民來做主導 這樣沒有問題吧 不是在我剛才李靖委員質詢的時候 就是在任用之各 這個好解決啊 這個人事的問題好解決 其他問題 但是你剛剛又跟我提到說 這個解決以後也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我曾經私底下徵詢過 也沒有獲得很肯定的這個 這個署長 我是認為說這個部分啊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馬告國家公園 我也希望說啊 這個定期能夠跟我們內政委員會來做報告 那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繼續推動 那任何的這些有關 這個共管機制相關的處理的部分啊 我也希望說啊 這個內政部 這個能夠跟原民會 做最妥善的這個協調 趕快來解決 否則你看這個原機把通過之後啊 跟涉及到原住民土地 所有幾乎所有的這種國家公園的勢力 幾乎都停擺啊 是 這個這個 我想也並不是當時在擬定原機把一個 最主要立法的一個目的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抱歉 那個黃碟谷的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我們高雄的這個部分 那個我們營建署啊 能夠 積極的來加以推動跟協助 好這個部分 好沒問題 在美容地區這個部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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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是 是 的是